MING PAO TORONTO 我們有很多人接觸到手工製作 近年香港越來越多人 接觸到手工製作 所以我們這集找來了 做工房的Wincy 跟我們聊聊天的Wincy 你好,你好 予人 請問你可否幫我們介紹 怎樣成立,甚麼時候成立 我們是2014年成立的 其實由成品到材料都有 成品可能是自家製的手工製作 洗頭水、濕層的用品都有 最初我們在現在的店鋪 旁邊的店鋪開始發生 其實一開始因為我們打算賣材料 又試試自己做成品出來 看看會否還可以 所以我們一開始見隔壁的店鋪 租金也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打算試試開始 所以你一開始已經是地鋪 對,一開始已經是 很大膽 對 但為何不會選擇網店開始 因為我爸爸媽媽在這條街上 經常做一些梳繩 所以很了解或認識到 這些店鋪的業主 所以當時的業主 特便租租給我們,試試 我父母覺得 其實做一些比較新興的行業 始終出來… 可能在地鋪接觸不同的客人會比較好 始終做網店 就算做網店也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做 所以不如試試開地鋪 很幸福,可以有家人支持 對,但當初你是如何接觸到手工做 一開始其實我之前在外國讀書 一開始也會接觸一些… 有看那些手工簡書 當時在外國訂材料比較方便 我自己都試試做,又做得到 回來後… 已經工作了幾年 在原來也有做手工簡書 因為我爸爸本身也濕疹 然後做了一些成品讓他試試 然後他又說也不錯 然後我覺得這很不錯 真的可以幫助人 例如皮膚問題,真的能改善 然後我們就開始 我之後也去台灣學習過 其實也花了幾個月時間去學習 考了一個證書 所以有幾樣東西合在一起 就開始了 但由進修到開店 有甚麼原因拘示你進修完 再幫爸爸舒緩一下他的濕疹 是甚麼成因拘示你 會真的開一間地鋪嗎 其實我家人本身不是很保守的家庭 是 說業主很便宜 不如試試吧,趁你現在… 因為當時我好像23、24歲 他說如果你創業後 做了兩、三年,覺得不可以 你出來工作就行了 比你三十多歲才去創業 只是心口只有勇字,那就試試吧 很好 對 有一個非常好的家庭靈體 令你真的可以放膽去嘗試 從創立到現在 因為看到這裡真的有各式各樣的產品 有精油、有化學物 但我知道都是天然的 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裡主要有甚麼類型的產品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我們的成品 我們準備好用的東西 其實有手工間 如果說了黃牌,洗流水 以及濕疹的產品 都比較好 另外,比較大類型的材料 就是一些香料 比較多人認識的就是精油 或是我們有些植物的底油 都是輔助它用精油 用來用膚之類 例如我想製作一些洗調的產品 我們也有起泡劑 或保濕劑可以加進去 最主要就是這樣 我看到那邊的角落 好像大部分的原材料 都可以製作家居用的天然清潔劑 對,因為如果用天然清潔劑 去做…譬如洗碗液 或家居噴霧 其實對環境也比較好 而且現在很多人都有煮腹瘦的問題 不知為何客人都會說 其實我沒有做過甚麼 但不知道為何會煮腹瘦 其實平時我們外面買的洗潔精 如果用起泡劑不好 有些有害的物質 因為洗完碗 始終會黏在手上 其實也會引起濕塵 如果用一些好一點的起泡劑 讓它不要塗留在手上 就不會有主腹瘦的問題 明白 除了保濕劑之外 好像還有工作室 對,工作室也有 工作室通常會做哪類型 工作室有手工鑑 另外也有護膚品 而且也有做一些… 剛才提及過的洗條產品 對 不如我們體驗一下你的工作室 好嗎 對,好 Winsy今天會在工作室教你做甚麼 我們今天做無幻子的天然洗潔精 對 那材料會有甚麼 材料方面 首先會有兩種起泡劑 都是椰子油提煉 另外還有金油,製作保濕作用 另外就是一般的鹽分 用來整潔洗潔精 然後當然有我們的主角 毛幻子 毛幻子是水取液 裡面已經有毛幻子的成分 另外就是抗礦劑 其實因為我們做完洗潔精後 因為天然洗潔精不放得很久 我們加進去可以放久一點 好的 但我想問,毛幻子 好像是最主要的清潔成分 對,因為毛幻子 其實它本身是一粒粒的 像果實一樣 本身撕開了 那裡已經有一些造素 造素是起泡和清潔效能 不如我們現在試試開始做吧 好,很簡單嗎 對,很簡單 首先我們準備定一個燒杯 我們把它放上去 可以先打開磅 我們可以把起泡劑倒進去 這個有一點稠,小心點 我們放15克進去 15克? 對 好,現在很小心 現在差不多15克就可以了 好,然後我們再放下一種 下一種就是另一種椰子油起泡劑 這樣就要加10克的椰子油 對,這個 好… 好… 然後我們加這個… 這個金油保濕劑 我們這個要加多少杯 我們要加2克… 這麼少也只有我 好… 好… 然後下一個就是… 好 鹽,是嗎 我們先加水… 好,這個要做扣重 然後我們加65克 65克?我現在可以放膽下了 65克 65克… 好… 好,然後我們先加熱 加熱,我們要先攪勻還是… 我們要哪加熱,哪加攪勻 好 我們開爐了 水滾下還是現在 我們無所謂 先放在這裡 好 等它一會 我們待會讓水熱一點 我們就會攪拌 好 現在這個情況是否差不多 我看到好像沒有硬碟 對 它融化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拿出氣泡劑 我們可以拿出來了 好 好… 然後下一步是否要加鹽 無環子 鹽,這裡 我們先加鹽 這就是整結液體的要力 對… 然後再放上磅 我們放1克 1克 這樣是… 這樣是否應該… 低一點 低一點 再少一點,試試 這樣… 好 像煮飯一樣 很明顯,我煮飯是… 不用吧 不要緊,多一點也不… 如果多一點也不… 因為它比較濃稠 好,看來我真的不是很出色的學生 不要緊,2克都是合格的範圍 我們拌勻 拌勻,好 然後再加主角 無環子 對,無環子 我們加40滴 40滴? 對,要逐滴計算 38、39、40 好,多了一滴 多了一滴 還可以的 還是多了一滴 很厲害 接近40滴,很厲害 然後再拌勻 拌勻 對 好… 應該好像很均勻 很黑 是嗎 對,可以的 然後再加礦礦劑 讓它可以放久一點 這個要多少滴 這個大約要20滴 20滴? 對,也是20滴 這個20滴,剛才的40滴 好 20滴,可以的 是20滴,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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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逐滴計算 好的 多了,也有機會過敏 始終因為它是抗菌劑 對,始終是抗菌劑的成分 但為何會選擇加抗菌劑 因為加了可以放久一點 現在的份量可以放3至6個月 如果不加,可能14天 14天就要用完 可以少分量嗎 還是我們最少的份量 也要少分量一點 整支 整支,可以做少一點 也可以的 不過洗潔精很快… 很快用了 對,很快用了 第一次碗就已經… 所以… 對… 應該會比較多抗菌劑 好的 我們再攪拌10至20秒就差不多了 好,確保持它均勻 我看到上面已經有泡泡的出現 好,現在應該可以了 好,我們的洗潔精 無幻子天然洗潔精就完成了 對,它的成品就會是… 對,我們另外這邊也做了一支 可以放進泵瓶裡用 泵瓶? 對 它做出來也有少許啫喱狀 所以就用這些泵瓶來做 對,其實我們現在做的顏色 和這個顏色已經是一模一樣 對,今天可以做得很成功 恭喜你,大成功 上完工作室後 現在身邊有Cola 對,聽說你有很多蟲的身分 我是這裡的學生 又是這裡的兼職 兼職? 聽說還是客人 也是,我也會買回這裡所有的原料 但當初你是怎樣接觸到造工房 是怎樣參加他們的工作室 其實之前跟家人一起來深水埗逛逛 知道這裡附近有很多本地點 無意中看到一間花間店 然後我就進去看看 原來有蟲餡可以自己製造的 因為我還沒接觸的時候 我們想到那些蟲餡 是我們以前的阿嬤年代 那些一塊的蟲餡 但原來沒想到原來可以自己製造的蟲餡 所以就想… 以不用詞就立即去試試怎樣做 那你就製造了好幾本不同的工作室 是嗎 那有否當中最印象深刻 是哪個工作室參加 是聖誕樹的蟲餡 即是要自己拉出聖誕樹的花紋 是製造立體的 上面是用那些蛋糕 這樣製造聖誕樹的形狀 好像吃生地 上面有半圓形 即是製造像聖誕樹的形狀 形狀 那是否因為參加工作室 實在太好玩了 令你直接加入造工房 也是的 而且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喜歡做銷售 我覺得可以用自己的經驗 以及分享不同的客人的需要 那你在分享給不同的客人的過程中 有遇過甚麼最難忘的事情 或者印象最深刻的客人 最難忘的?其實每個人都很難忘 真的 例如有一個男客人,他戴帽子 他的工藏需要戴帽子 他說他有頭疼 而且頭部有點厚 問我有甚麼東西可以幫助他 我介紹了我們的學手烏洗陶水 裡面有薄殼精油 所以也幫了很多 他買了一瓶回去用 他覺得舒緩不到 真的 加上造工房後,最大的得著是甚麼 最大的得著是知道外面的 跟自己做的分別是甚麼 例如有很多化學成分 有很多跟自己做的天然 裡面是安全… 不是說的,沒那麼容易敏感 對於我皮膚有點敏感 用後會更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這裡 一直去學習 一直跟一間商店一起成長 也可以這麼說 是的 我現在跟Wincy繼續聊天 也知道你之前有一些工作 做完後就偽然辭職 決定開這間商店 其實當中的轉變 有甚麼驅使你真的要… 我要開始創業了嗎 其實也是因為便宜租 放手一搏 而且趁自己年輕 當時我家人就說 你沒理由三十多歲才來試 所以就開始了 其實這件事真的只有心口勇志 很厲害 從2014年到2014年 對… 已經10年了 當中有否覺得最困難的時刻 是甚麼 最困難的時刻? 其實… 因為一開始 我們始終做這個行業 比較新興 所以其實很多事都不知如何做 例如所有事都是自己一手一腳 去建立出來 例如我們自己的成品 說真的,就算你想到一個配方 是否真的好用 又要找人試 其實中間也可能要兩、三年的時間 才真的可以發展到產品 而且我剛才也有說過 我們有賣材料 其實如果你做這些天然的材料 其實有很多,即是一千上萬的材料 到底你選擇哪些材料 放在店裡買 哪些會是比較大陸 比較流行 也是一個問題 而且看到現在… 因為當初開始做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新興的行業 近年也有越來越多不同的手工造點 你會如何找到這間店 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定位 我想其實我們比較特別 就是你剛才一開始提過 為何一開就開地鋪 其實這也是地鋪的優勢 很多人一開始未必很了解 這些到底是甚麼 所以很多客人反而是看完上網 然後她說我看到地鋪 我就下來看看,想再了解一下 可能她拿上手摸一下 或放在鼻子上嗅一下 是否真的是精油造的 而且她會將她的問題… 如果我們在地鋪就更加有興趣 我們就可以跟她談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間店是家族式經營 因為知道Winsley 你本身就是在台灣進修後 再把手藝禍給爸爸 讓他一起加入 是 你覺得跟家人一起經營 會是一個挑戰嗎 還是不是 因為見到家人都非常支持你 會否是一個開心 還是一個難關比較多 其實一開始也會有很多挑戰 因為一開始你要談很多事 我剛才說建立產品 或者你店舖的產品如何擺放 其實都爭取了很久 很容易把一些公事帶回家 所以難關也會有 但隨著越做 就好像慢慢慢慢上軌道 還有大家知道要怎樣做 那時候大家除了吃飯 聊一些閒聊之外 有時聊生意的事情 其實也挺開心 其實這個生意已經融入了 你們的日常當中 也可以說的 對,沒錯 而且好像手工做 有一部分是爸爸 真的下手下腳去做 你們在做的過程中 會否如何去分配 一方面是爸爸 又是生意上的導師 也算少許 也可以算是員工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 在這個角色上 你有否說要分得很清楚 分得很清楚? 我覺得… 幸好我跟爸爸也分得很清楚 也可以公還公私 對,他有時做簡的過程 他有甚麼問題 或是材料出了甚麼問題 他就會叫我過來 你過來看看 中間一定會有分歧 但有時… 即使有分歧 但未必他適合又未必我適合 我們說不如試試 這樣可以嗎?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大家都很容易公私 所以怎樣去分解解解決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經驗 非常令人羨慕的家庭關係 你有否想在創業上最想感謝 我最想感謝的 當然是剛才提及過的家人 如果沒有他們 一開始鼓勵我 難道我心口得過勇子嗎 一開始他們也幫了很多手 因為一開始聘請人 未必可以聘請人 所以他們也付出了很多 所以也想感謝他們 最好的員工、最好的導師 亦是最好的後盾 對… 那你的未來 做工房有甚麼目標設立給自己 我們接下來也… 剛才我提及過 希望… 接下來這一兩年 也希望裝修 希望有一個新的形象給大家 另外,我想將我們的產品 可以多放幾個銷售點 希望 用甚麼形式 我現在暫時沒有想法 但希望… 因為有些客人有時走進來 便會說你們只有一間店 當然我也有跟他們說 其實可以上網購買 但始終有些人喜歡去那個地方了解 所以我們希望提供多幾個銷售點 不妙,我們可能跟家人吃飯 再聊幾次 又會有新的興奮 出來刺激到他們 沒錯 也感謝今天的分享 最重要的是… 可能現在電視機上有些觀眾朋友 他們也有興趣想嘗試開 屬於自己的手工造舖 會否有些提供 可以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如果做一間手工造舖 我覺得材料的來源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找到一些材料 可能比你現在用的便宜 但你做完後 其實客人會感受到 他會嗅到 而且用上身時的感覺也不同 所以材料的來源是十分重要的 今天謝謝Wincy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很多不同的手工造舖 相信大家在未來的時候 只不過手工造舖 也可能會想起 剛才Wincy跟我說過的事情 也感謝今天Wincy的分享 謝謝 謝謝Lillian 付出一定會有回報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觸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